世界杯冠军怒批房正东 郭燕八字说出大实话 王浩刘郭良却完全有不同意见 球迷终于真相大白 看来小胖连续丢掉比赛的胜利 是因为如今变得有些骄傲 并且有些自以为是心态有点浮躁 那么到底是否如此呢 提到房正东本年度最佳的运动员称号呢 郎子冰方球队最佳的郎当选手 可以说非房正东莫属了 要说还能找出一位跟房正东竞选的话 我觉得只有王楚清跟房正东有了一拼 但是你要说在本年度当中 发挥最优秀的运动员 我觉得房正东那是当之无愧的 其中当我们重点了解到房正东目前的现状 根据近段时间房正东呢 他在国际大赛当中可以说 他丢掉比赛的胜利呢 最终被王楚清拿到冠军 那么房正东到底是不是因为他的状态低迷 而且是因为他在球场当中啊 也就是身体太疲惫而丢掉的冠军呢 其中提到这个问题呢 作为曾经拿到两届女子当打世界冠军得主的郭燕 那么郭燕呢 也当任了教练 那么直到如今啊 郭燕呢 据了解到逐步退出了乒乓球教练组的团队 但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这名郭燕教练呢 他却非常的口直心快 而且呢 他是直接用八个字表达了对房正东的看法 据了解到呢 郭燕谈到房正东的时候非常直接明了 他对房正东的评价一共就八个字 心高气傲 并且自以为是 而对于房正东的这一方批评呢 确实针对房正东的广大球迷有点看不过去 因为呢 作为小胖的粉丝球迷呢 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房正东呢 曾经啊 他可以说呢 是一路都打得非常的稳重踏实 并且这一路走过来呢 房正东呢 都是敢做敢当 并且非常的踏实稳重 曾经呢 也是当过兵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兵方球堂的骄傲 但是 没想到呢 这一位世界冠军郭燕呢 他对房正东的评价 却是如此的苛刻 而且呢 表示到房正东心高气傲 那么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呢 并没有很符合现实 因为呢 王浩跟刘国良呢 早也表示过对房正东的意见跟看法 房正东从过去打到现在呢 他一直呢 都是非常的爽快 非常的简洁明了的 房正东基本上很少会耍大牌 也很少呢 会高调的去做某些事情 正常情况下呢 那房正东并不会说心高气傲了 他更多是一个稳重踏实的大男孩 包括了王浩 指导了房正东这么多年了 一直对房正东的评价都是 足够的踏实 稳重 刘国良呢 更是对房正东的评价是一步一个脚印 是我们马龙的下一位西方人 所以我觉得 郭燕还是错怪房正东了 房正东是非常踏实能干的 并非心高气傲 而且本年度要说最优秀的运动员 要说从房正东 王楚清 马龙三人选出一个人 我更加认可房正东 大家觉得房正东是不是被冤枉了 说说你的看法 感谢大家